你看对于我们Oracle数据库来说的话 我们在去使用之前的话 我们每一次都要去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要设置 是不是是不是航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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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也行 也就是说环境变量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设置 假如我当前啊 就是说我每一行的字符数 让它显示为800 这块怎么来写呀 是不是Size 然后的话它是LanSize 对吧 LanSize 然后是不是后面显示800 对吧 这是我们说每一行它所显示的这个字符数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这一页当中它显示20行 怎么来写呀 是不是Size 不是Size 是Size 对吧 Siz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配置 是不是20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说其实环境变量就已经设置完成 设置完成之后 咱是不是可以去查看这几个表内容 对吧 咱查看EMP表吧 Size 然后From 我们当时的EMP 对吧 查看之后的话 你先是不是就这14条记录 第一个人是史密斯 史密斯这个要去注意了 这是这14行的一个记录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设置环境变量的话 你会查 它也能够把数据查出来 只不过查出来之后 那个排版是不是看着挺难受的 对吧 它会给你进行一个换行的一个操作 这是也就是说需要大家去注意 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去使用的过程当中 记得去给它排一下板 对于它的一个查询的话 记住它和我们的这个MASA库里面查询的语法结构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直接拿来去使用就可以了 直播在这和大家去补充了一个 是不是怎么去得到你这个库当中 是不是所有的表 对吧 因为有时候的话 我们说借助一个用户的试图去登录 登录完成之后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用户里面存在哪些表 那我可以一次性把它给查询出来 是不是就select的 我们的这个是不是 对吧 咱来看一下 也就是select的 然后 我们的这个是不是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回事 回事安装之后的话 是不是就这四档表 对吧 一个banus我们说 这个是哪表 昨天看了吗 是不是奖金表 对吧 然后的话 dpt呢 是部门表 对吧 然后enp的话 是不是员工表 然后的话 sell grade的是 薪资等级表 这四张表 一定要去看一看 昨天晚上考试完证之后 不是还剩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吗 对吧 怎么都没人看了呢 今天中午春晚饭 回来 花个五分钟的时间 再睡觉 去露眼 去露眼 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肯定能露眼的 露眼再去睡觉 这次的banus奖金表 dpt是部门表 enp是员工表 sell grade的是 薪资等级表 如果实在是懒得看的话 把那四张图片 设置一个桌面背景 没事让它滚动 显示一下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很快 也能够给记熟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就这四张表 一定要去明白 这四个表里面 分别有什么样的 一个内容 在这里面的列 我就是再去说了 你看查看表结构的话 其实和我们的 什么Messaco里面 是不是都一样的 也就是DSC 然后写上我们的 这个表的名字 像表名字 然后只不过在这儿 要去注意一下 里面的这个数据类型 是不是和我们的 这个Messaco 是不是稍微有点 差异化了 对吧 我们对于在 Oracle当中的话 它的一个数值的 一个表示 其中有一个万能的 是不是我们的 这个namb 对吧 namb的话 它既可以表示 我们的这个整数 也可以保护 我们的这个小数 对吧 也就要明白 它在去写 表示整数 表示小数时候 它的一个语法 不是它的一个写法上 它结构上 一定要去注意了 然后第二个 就是需要大家去明白 我们对于 字符创来进行 表示的时候 Messaco里面的话 用到的是不是 Watcher 对吧 人家Oracle里面的话 用的是这个 Watcher2 它们两个表示的含义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表示字符创 还有一个是 日期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Data 这是这几个数据类型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些 主要一些 刚的话 我们来看 其实昨天还剩下最后 这一个小知识点 后来没时间去讲了 咱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连接符 连接符的话 它其实就是用了一个 两个竖杠 两个竖杠 这个连接符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效果 就是把我从我列中 查询出来的值 和我给它生成的 这个字符创 和它前后的字符创 让它去做一个 拼接的 拼接的一个操作 这连接符 你看在这的话 也就是说 给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查询出 雇员的这个编号 姓名 工作 然后按照以下 下面的这个格式 来进行显示 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你看对于这个数据 你看7369 史密斯 然后这个 克雷克这个工作 你看这 我画红线的这三列 是不是都是以 什么表中 是不是从表中 是不是查询出来的 对吧 然后表中查询出来之后的话 你看它的前后 是不是根据我 实际的这个字符创 是不是让它去做了一个 是不是做了一个 拼接的一个操作 对吧 也就列了值 和我字符创拼接 最后呢 让它显示出 这样的一种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怎么去做 这个拼接的一个操作 我去把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12月4号对吧 我把这个资料给打开 今天开始啊 扬成一个习惯啊 咱所有的策创语句 你都放在这个 放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记事本里边编写 编完之后再往里边去删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啊 我们说是 肯定是少不了的 是不是就咱们的 赛拉克的 对吧 赛拉克的 我帮他分开来写吧 赛拉克 from from呢 后面用到哪一个表来着 是不是 EMP表 对吧 从这EMP表当中的话 是不是要查询出来 最终显示的是 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首先的话 我问大家 它最先显示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 对不对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是编号式啊 我先不跟大家加引号啊 编号式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冒号 对吧 冒号之后的话 我问大家 这个7369 是不是根据我的列 是不是查询出来的 对吧 那我这时候的话 相当我的字幕串 是不是要拼接一个谁来的 是拼接上我们的这个列名 这个7369 是我们的这个员工编号 员工编号的话 是EMP 是吧 对吧 哎呦 大家不熟的话 讲起来太吃力了啊 是不是EMP 对吧 编号查询出来之后的话 你看后面这一大坨 对吧 这一大坨 是不是又是一个字符串了 对吧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是不是再用我的拼接符 拼接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 的故缘 勾故啊 故 的故缘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都号分隔开 然后是 姓名 是 对吧 然后分号给 冒号冒开 冒号之后的话 后面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又从列中 去查询出来的 对吧 然后是不是再 进行什么来着 是拼接 对吧 拼接上我们的 这个是不是 ename 对吧 ename后面的话 你看这一块 这个逗号 加这个工作室 是不是又是一个 字符串啊 对吧 那我是不是再 继续 拼接上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逗号隔开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工作室啊 工作室的话 然后是不是 还有一个冒号 对吧 冒号之后的话 年后面的这个工作 是不是也是从列中 去查询出来的 对吧 然后是不是在 拼接上 谁来着 是我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 把我的字符串 和我的列 是不是就是 已经给拼接起来了 对吧 拼接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前面是 字符串的话 我们说要给 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要给 这是不是字符串啊 对吧 我这是中文的 还是英文的 应该是中文的 对吧 肯定啊 这区分中英文呢 而且的话 大家去注意啊 Oracle里面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对数据是区分大小写的 你大写的史密斯 和你小写的史密斯 查出来是两种结果的啊 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从这儿啊 然后粘贴 你看在这儿正好啊 有一个细节 需要大家去注意 昨天大家比如说 写了一个查询语句之后 或者设置 Soco语句之后 然后发现 回吹一下 是不是出现一个二啊 对吧 这个二的话 就代表是第二行的意思 对 这个是告诉你第二行 如果吹二的话 它代表 其实你当前这个Soco语句 还没有干什么来着 就编写完整了 对吧 没有完整 所以说它才会给你一个二的啊 如果有第三行的话 就是三 也就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它这个很智能 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编译完成之后的话 它不会去运行的 它会告诉你 其实你当前还没有写完整啊 也就是说对于Oracle 昨天 大家唯一一个问题在哪 就少写了一个分号 少写了分号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一回车 是不是就出现这个二了 对吧 这个其实你就是加上一个 在第二行 加上一个分号就可以了 它只是告诉你 当前这个语法结构啊 还不完善啊 还不完善 那这样说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走 大家来看 你看这一块啊 是不是就是出现 和我们的这个要求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对吧 雇员是啊 雇员是也就是说是 编号是谁 然后的雇员 姓名是谁 然后他的工作 是干啥的啊 也就整体查出来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的这个列啊 也就把我列中查询 出来的这个值 和我前后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让他去做一个拼接的啊 做一个拼接的操作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对于拼接的一个使用啊 就这个双束杠啊 双束杠 大家一定要去会使用啊 特别是拼的时候啊 一定要细心点 别拼着拼着给拼错了啊 这个要去注意了啊 你看在拼的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来看 我的列和字符串之间 是不是就不再使用 逗号隔开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字符串 和我的列之间 直接用我的这个连接符来 去连接啊 你别到时候 你再给我加个逗号啊 人家这是没有逗号的 一定要去明白这个 他的一个写法啊 他一个写法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就是连接符的一个使用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啊 这还有一个运算的一个功能 求出雇员的姓名 以及他所定的这个年薪啊 那这时候的话 其实这个我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可以去做了 对吧 这个年薪怎么去算啊 是不是月薪成十二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那比如说咱去 咱直接来写吧 就是 赛拉克的 是不是一内幕啊 对吧 一内幕员工的姓名 然后逗号 是不是逗号隔开啊 对吧 逗号隔开的话 我们说是 薪资是我们的这个 塞尔城 逗号来着 是不是城市啊 这是我的年薪啊 对吧 不让我们从哪表中去查啊 什么薪资表呀 我一会儿剪个评啊 我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去熟悉表啊 再给我赶紧看看表 否则这查询都没办法往下去讲啊 是不是还是从这个EMP表当中 是不是去查的啊 对吧 呃 等会啊 诶 这个编码格式 等会 呃 不用去管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塞尔克的 对吧 塞尔克的话 我们说是 一内幕 然后逗号隔开 然后我们的这个塞尔 然后乘以这个 12 然后from 我们的这个 EMP表啊 然后 扛到C 扛到C之后的话 咱去粘贴一下啊 走 因为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个人的心 年薪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史密斯 9600 然后这个艾伦的话 是一万 九千 九千二 人家这是美元啊 可不是人民币啊 要去注意了啊 这个啊 这这这可不是人民币啊 这点是要去注意啊 这是我们所说 就在计算列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所说 在查询过程当中啊 对我们列的一个计算啊 然后的话 我解个评啊 大家把这两个去尝试一下啊 去给我熟悉一下那四张表结构啊 特别是 EMP表里面的啊 唯一的重点就一定要知道 EMP表里边包含了哪些列啊 找找昨天我给大家发的那个 World文档啊 里面有四个表结构啊 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我几个